高雄大树区的雪府路有一起严重的车祸事故 装载桶装水的小货车 疑似就是过弯的速度太快 直接冲到对象 撞击到了两台机车 第一台一面撞了上来 闪避不及命丧轮下 而第二台反应过快 虽然说它可以弃车 拔腿逃离逃过一截 但是还是受了点皮肉伤 高雄大树区雪府路段 一手大学生下课骑机车 沿着这条山路骑程 但这时一个转弯处 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翻覆 直接往对象冲过来 这名学生完全来不及闪避 惨遭一面撞上命丧轮下 后方学生骑士的行车记录器也拍下 装满桶装水的货车 一面撞上第一辆机车时 又再继续往前横冲 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学生 火速汽车逃跑 机车整个被压在货车底下 幸好逃得快让他躲过一截 这条186甲线道就位于一手大学旁 不少学生上下课 往来男子左营都会骑这条 沿线没有红绿灯 弯道非常多 三步时发生事故 而根据警方调查 开着小货车的联性驾驶 没有酒驾自称不明原因失控 冲进对象车道 不过仔细看失控翻覆的瞬间 行车速度似乎非常快 真辆货车满载桶装水一体 行经转弯处 疑似重心偏离 滑了出去 一手大学学生 多数来往学校 骑车必经之路 相关单位如果没有重视改善 死亡车祸事故恐怕一再发生 记者黄文玉 黄文副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